今天這個活動 基本上是 就是我們這個院50週年 跟數學系60週年 的一個這個慶祝活動之一 那我們今天這個演講就可能 就是我們有跟那個兩位教授 有講過就可能沒有那麼的正式 那這就主要是一些精英的分享 那這個因為數學系這邊 比較就是這個 缺少一些這個學習的典範 學習的典範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請了兩位老師教授 普林斯坦大學的教授 那他們在這個這個學術界的這個影響力 還有他們的一個成果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他們可以從他們之前 可能從學生時代 一直到現在 這個種種的一些歷程 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可能有些想法對不對 都可能可以在這個演講當中 就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那各位同學等一下也可以把 就是可以把你們這個心中的一些 一些可能在數學上面的 遇到的一些疑惑 也可以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呢 可以跟兩位教授 來這個提出來 或分享這樣子 因為今天這個機會很難得啦 同時兩位這個 可以讓我們學習的典範 在這個地方 所以 而且兩位教授都非常的 平易近人 和藍可親 所以各位同學不用覺得很拘束 就是當作一種 這個聊天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座談 那我們先第一位 這個張教授 先開始 那等一下就是楊教授 第二位這樣子 好 謝謝邱教授的邀請 我很高興有機會來這兒 跟大家聊聊天 我常常 雖然我不是本人 不是清華大學畢業 我經常來這兒訪問 多年來訪問過很多次 今天我要稍微講一下的呢 題目叫做我的數學旅途 我先做我本人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是怎麼動的 我的名字是張勝榮 英文名字有時候叫做Alice Alice是 到了美國以後才取的名字 從小長大就叫張勝榮 我整單的幾年簡歷 我是中國西安出生的 不過出生了以後呢 很快就革命了 就到了台灣 所以我整個年輕的時候 都是在台灣長大的 我在台灣長大呢 我是在台南讀的小學 我在台南讀的小學 我在台南讀的小學 叫做開園國小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開園國小 那裡最有名的就叫做一個開園寺 有一個塔 開園寺 然後呢 在當年這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 可是現在已經是城中心的一部分 然後我在那邊讀了六年的小學 然後我家裡就移到了台北 我在台北上的叫北二女中 北二女中現在名字叫中山女高 換了名字 當年呢 我從台南到台北來考大學 很緊張 於是乎就沒有考出我平常的程度 就進了第二女中 我心裡很傷心 我記得我大哭了一場 可是實際上呢 我在這個北二女中六年非常愉快 我在北二女中從1958年到1966年 這對你們來講像是天方夜壇一樣的 很遠以前的事情 然後我就進了台大數學系 1966年1970年 我上台大數學系 然後我就到了這個 UC1970年 我從台大到UC Berkeley念研究所 那是數學系的研究所 1974年拿到PhD 拿到PhD了以後 我就開始我的就業生涯 就業生涯呢 這個是我一生都很單純 只做過一件事 就是教書和做研究工作 都在數學界 我剛畢業的時候呢 我在Sony Buffalo教書 只教了一年 然後呢 我就到了UCLA 1976年到77年 我那時候是他們的instructor 從這instructor的以後呢 我就到了馬力蘭 College Park 教過兩年 然後到了UCLA 1980年 我從1974年到1980年 都在各個學校裡飄蕩 平均每一個工作是一年到六年 在我在UCLA拿到Tenure的時候 我換了六個學校 那有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跟我先生的two body problem 所以每個地方早市呢 在那個時候都是不顧女教授的 或者說是不顧雙子教授的 所以每一個地方 我都是 有時候是visiting position 有時候是一年的position 換來換去 不過就換了六年 到了UCLA以後就安定下來 我在UCLA教了二十年 到了公元兩千年的時候呢 就到了Princeton University 這是我簡單的這個交職的這個簡歷 OK 然後我介紹一下我個人的狀況 我在1973年和在Berkeley的時候 跟我的同學 就是楊建平、Paul Young結婚 我們一共有兩個小孩 多年來 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我的生很圓滿 因為我有工作、有婚姻、有小孩 OK 然後我介紹一下我的數學旅途 我小學的時候呢 我的第一夢想是 第一夢想是成為一個 Ballet dancer 跳舞女郎 跳舞 所以小時候有很多照片 都在訓練跳舞 可是訓練了一、兩年以後 我就知道完全不適合我的行當 因為老師都選我的個子太小、腿太短 跳起來就是沒有人家的好看 所以過了一下呢 我就知道這個夢想是不法實現 那我小學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的我第一興趣 其實就是看小說 那時候呢 我看了各式各樣的小說 凡是有書、小說我就看 中國外國的小說 日本翻譯小說 看了很多 然後西洋的翻譯小說 也看了很多 那我最愉快的回憶呢 我在台南長大 那個地方是 在那個時候 是一個很荒野的地方 所以呢 我有很多小時候的記憶 都是跟小朋友一起 在騎著單車 在田野裡玩 我印象的時候呢 我們一群小孩 有時候呢 會去田野裡採草莓 那時候荒郊上有各種草莓 有時候呢 我們還會去偷採人家的甘蔗 通常是派一個人去偷採 然後拔了以後呢 就趕快逃 那個騎單車的人就接應 然後就趕快逃 然後其他人就趕快跑 有時候農夫就在後頭追 這個記憶很深刻 為什麼不動 不曉得它怎麼樣 OK 然後還有一個記憶就是 那時候 有一群鵝 每次在我上學的路上追我 被這個鵝追記錄 印象很深 還有的印象就是說 那時候台灣這個 還剛剛開始起步 有一家人家 我記得有一家院子 我們那時候的房子都很小 可是有一家人家有個院子 有個院子以後 還有一個門鈴在門口 我們大家覺得這個門鈴 是一個很稀罕的玩意兒 所以大家經過門口的時候 就會去按門鈴 就會偷去採門鈴 一個一個採 然後等那個人 從門裡面衝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走了 這樣搞了很多次 過一下這個主人 就拿了一個掃把 在門口後面一開 就追出來打我們 所以這個印象很深刻 總之我童年是很愉快的 到了中學以後呢 我在北二女中六年也很愉快 交了很多朋友 印象裡面 課業加重 考試特多 我記得每個禮拜都有各種樣的 大考小考 歷史啊 中文啊 還有這個 化學啊 各種科目都有考 我個人呢 為什麼這個 OK 我最大的興趣還是看小說 尤其暑假當中 在炎炎的夏日當中 我們那時候夏天好像沒有什麼課業 就是都是閒的時間 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小說 沒日沒夜的看小說 記得有時候呢 我就跑到北二女的校園裡 看小說 它那裡有一個校園角落有一棵大樹 我在樹下面看小說 會看到天黑都忘了時間 就很愉快的回憶 可是那時候呢 我也逐漸發覺 我覺得這個 OK 對不起 我這個 你不太會用 OK 然後 還有一個印象 對中學來說 是我發覺我很喜歡平面幾何 那時候教數學有平面幾何 就是Analytic Geometry 那覺得幾何有趣是 有點像這個推理小說一樣 很多東西你不能解 可是你加一條補助線 就很清楚 我喜歡如何去找那個補助線 一加了以後就可以算 所以我對覺得 我發覺我對平面幾何很有興趣 我1926年 之後呢 可以自選科系 我在考慮我要選什麼系 我曾經考慮的科系呢 有中文系 數學系 跟化學系 我現在向大家報告我那時候選了數學系的原因 我選了數學系 是因為覺得數學 我印象裡面最簡單 Logic很清楚 然後呢 簡單容易學 我記得別的功課都要回家拼命念 才能做數學課 我通常都在兩堂課的中間15分鐘 我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最容易學 所以我選了數學系 可是我現在經過多年 我知道簡單這個字 絕對不能用在數學上 我現在發覺這是一個錯誤的 在中學學的 我覺得數學簡單 這就是絕對不對 數學是一個很複雜很深奧的東西 陳醒生曾經有 他說數學是人類數學智慧的結晶 我常常領會這句話 這是一個經過千錘百裂 很多人思考的學術研究工作 不是一個簡單的學問 那另外一個原因我選了數學系 是我喜歡做下來一個人盡量的思量 所以我發覺數學很對我的口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那時候覺得理工科 我將來容易找工作 那時候在台灣 剛經過中國來的討難人士很多 很多都是國學的保學知識 如果我那時候去學了中文的話 我知道我將來工作會很困難 那時候我們知道讀了理工科 就有一技之長 容易有一口飯吃 這是我學數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個原因呢 我現在覺得是對的 因為到現在的世界上仍舊如此 理工科的人在就業方面 占了很大的便宜 尤其現在的科技的時代 有一點科技的專長呢 是容易在社會上立足 回看我同班的同學 我現在年紀很大 回看我同班的同學 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沒有一個人有生活困難的原因 所以讀理工科的確有一些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擇是原因是對的 我那時候還有一個原因 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舉辦一些 國外有名的學者的講座 有一次請了楊振林教授來演講 他是對大家的普路話演講 就像今天這樣的情況 可是那時候高中生也歡迎參觀 所以我就去聽了他的演講 那楊振林那時候說呢 如果他是大學生的話 如果現在是大學生的話 他會選數學 他說呢 數學呈現放射性的發展 將來是一個有很多新的天地 可以發掘的一個系 有很大的前途 這句話影響了我 我心裡想如果我有機會走到一個新的系 然後有新的方向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選了數學 自從大學做了這個決定了以後呢 我就踏到了數學門裡面 我醫生賣給了數學 我那時候不知道這個決定這麼嚴重 現在常常覺得我醫生賣給了數學 OK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那時候台大數學系是出名的難念 比如說 那時候呢 因為很多教授是日本訓練出來的教授 特別嚴格 那有一個規矩 比如說你考試 如果你不考到 不到60分的話呢 你就要重考 就要再考一次 可是如果你不到20次 不到50分的話呢 你就不可以重考 你一定要補學 就再多讀一年 我們班上差不多有10個同學 我在班上有40個學生 有10個同學 因為這個原因 多念了一年到兩年 就你不考 他就給你49分 49分你就不能夠補考 再考一次 你就要再念一念 可是呢 那時候呢 這樣有 在我之前 數學 是很低 畢業的 好60幾分 到了 我們那個時候呢 學校系裡發覺 這是不對的政策 就給我們分數打得比較高 所以我們那時候 畢業的時候 平均都有70、80分 那國外的這個學校一看 大數學系 以前都是這麼低的分 現在忽然間這麼好 一定學生很好 一定學生很好 所以我們班上同學 每一個都拿到了獎學金 到畢業的時候 這是我在那個時候 發生一樁幸運的事情 我還有一些幸運的事情 我回想一下 我還有一樁幸運的是 我大一的時候 我的數學 維積分是王九奎先生教的 王九奎先生那時候 剛從史丹佛大學拿了PhD 他回台灣教學 在當時是轟動了一樁大師 他教得非常 常常引人深思 所以我覺得這一生當中 我的維積分基礎打好 受益良多 這是一樁大師 我們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也有很多好學生 基本上呢 台大的精神是這個 學生很認真 老師很嚴格 所以我們受到很嚴謹的訓練 我還有另外一樁特別性 在這兒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那一班很特別 我們有差不多40個學生 可是呢 後來有一些陸續轉學生 可是中間有12個女生 通常呢 台大數學系 一班裡面40個當中 有45個女孩子就不錯了 可是我們那一班 剛好就有12個 我們這12個人呢 尋成一個力量 那個力量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們不是minority 我們變成一個參與分子 最重要的我們團結 我們形成study group 就有一個大家一起研討班 在我的班上呢 我的這個研討班裡面有這個 比如說金芳榮 金芳榮 這個胡守仁 還有梁美和我 還有我們劉孝勇 劉孝勇不幸找事 我們這幾個人是一個study group 我們每個禮拜六在一起做席題 那做席題我記得 維基分是這樣 王九奎先生呢 每一張功課的後面 是單數的號碼你要做 要繳進來 雙數的就略過了 我們這個group呢 是我們每一題都做 OK 每一題都做 然後彼此在那裡討論 那通常討論的結果是說 某人譬如說金芳榮說 這一題我會做 那我們大家都說沒問題 我們也都會做 那有一題呢是有的人說 我這一題做了一半我做不下 另外一個人說我有idea 我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有時候有的人說 你的觀點不對 這個題目不能這樣做 我們大家吵得很厲害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討論是很熱鬧的 我們大家都先念 然後再一起討論 所以形成一個讀數學 很愉快的經驗 有時候呢 我們禮拜六上午 通常一討論就四五個鐘頭 也一起吃中飯 完了以後去看電影 遊街等等活動都有 所以這個合作在讀書的經驗 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我們班上呢 還有一些另外的人 不在我的study group 比如說李文青 吳真美 梁潤奎 我們這些同學 結果我們班上十二個同學 起碼有七個最後拿了PhD 在數學上 現在都在各大學教書 李文青曾經做過這個 清華的這個研究所的 你們這邊的研究所的所長 吳真美在伊利諾大學教書 梁潤奎那時候是我們的喬生 可他現在在馬來西亞數學系教書 所以我們班上有很多 金方榮縣在UCSD教書 所以我們家女數學家很少 基本上很落單 可是我們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們不落單 我們不落單 我們是 而且我們也知道 合作討論的好處 數學是一個群體的數學 你要彼此討論 才彼此stimulate 這個經驗我們很早就有 影響了我們後來的決定 和繼續向前衝的這個 彼此抵立的這個效果 所以這是我讀大學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事 剛好有一群這個女同學 結成終生好友 彼此鼓勵前進 OK OK 然後我在台大念完了以後 我在1970年就到了UC Berkeley 那時候UC Berkeley 在我前一屆也收過一個台大的學生 然後我去了UC Berkeley第二年 也收了一個另外一個台大的女學生 就李文青 我們同班同學 還有收了另外一個男同學 這Berkeley是一個大師群體的地方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數學大開眼界 因為那時候就有很多不同的數學branch 我都接觸到 那時候我的印象裡最深的時候 這是一個數學全勝黃金時代 因為我讀大學的時候 1970年就研究所的時候 美國在1960年 1962年開始發展太空 因為落後蘇聯了 所以發展這個登陸月球的計畫 所以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鼓勵年輕人讀科學 數學也是其中一支 所以那時候有大量的人念數學 比如說我1974年從Berkeley拿PhD的時候 我們那一屆畢業的PhD 數學系加統計系一共有100個PhD 那時候我們開一個seminar 大家一起討論如何申請學校找工作 所以那時候當然就因為人很多 然後1974年 Carter石油禁運一下子工作很少 大家在市場上找工作都很困難 可是的好處是至今 我在美國各地演講 各大學都有我的校友 很多都是跟我同時畢業的 我們那時候人口特別多 OK 我的同學當中有許多有名的數學家 當然老師當然還有陳醒生等大師在Berkeley 那同學當中也有 比如說像邱晨彤、Thurston都是我們的同期同學 是一個數學的黃金時代 那時候呢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覺得數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比它更重要的 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 那譬如說在我的印象裡面 這個上一個禮拜的一次的Color Talk 就是西里親外界的人來演講 那房間大概比這個房間還大 都是坐滿的人的 都要早一點去才有位置 然後大家都坐在這地道上排滿了人 地道上通通鋪滿了人 這是一個全盛時代 大家都非常認真 而且非常享受讀數學的經驗 當然我在Berkeley還另外一個收穫 就是遇到了我的終生的伴侶楊建平 OK 然後現在我覺得我應該言歸正傳 講一些我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呢 我的PhD thesis 早期的工作 差不多是我從我的1974年到1980年 我做的工作是古典分析方向的方向 就是classical harmonic analysis 那其實呢 我那時候研究的一個課題叫做 Bounded analytic function 就是analytic function 就是holomorphic function 在這個單位圓上 然後這叫H infinity function 那我們最主要的性質就是希望 從這個boundary的性質 從這個boundary的性質 這個function F 在H infinity 它在boundary的behavior 來capture它裡面的behavior study the boundary behavior 和bounded analytic function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classical的項目 那其實我要這個 後來我要跟人家討論我的這個研究方向的時候呢 其實最好的比喻是 我一講人家就懂呢 是turns out我的研究方向 跟一個有名的人 這個有名的人叫做Una Bomber 你們知道Una Bomber是什麼嗎 Una Bomber是一個在美國有名的瘋子 他是專門寄炸彈 包裹以後寄炸彈去寄到一些研究所 或者寄到一些政府的機構 那炸彈呢 無緣無故人家打開來 就死了兩三個人 然後美國政府到處抓他 到處抓他以後呢 就怎麼樣都抓不到 後來他就跟這個美國的FBI談判 他說呢 如果你願意把我對這個 我寄著bound的原因 公佈在各大報上 我就願意下次不再繼續做這些事情 於是乎就在各美國的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都出現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反資本主義 他覺得美國被資本主義佔領了 他要反對他 這是主要的原因 他跟他的關係是什麼呢 結果他這個文章一出來 報報出來了以後呢 他的弟弟看到了 他弟弟說 他從文章的蛛絲馬跡裡 認出這是他的哥哥 所以他就去跟這個FBI 就報告這件事情 那跟FBI這個 談判的這個 就是說條件是他的哥哥不能屬死刑 FBI就統一了 就抓了這個Uni Bomber 可是他是終身在監獄裡死掉 那我跟他的關係是什麼呢 他呢 在1971年在Berkeley做這個instructor 他的題目 他的指導教授就是我的指導教授 Donal Saracen 所以我們做的是同一個題目的方向 所以當年我一看Uni Bomber 人家還介紹他的論文 我就知道他的文章我懂得 我的文章可能他也懂得 所以後來我跟人家介紹我的工作 就是說我的文章跟Uni Bomber 是同一個性質的 OK 我的研究的工作是 我的老師是Donal Saracen 他study這個 他的主要的field是operator algebra 他也study一些classical harmonic function 我們那時候做過的一個題目呢 就是study the structure of algebra betweenbunded analytic function和bunded function 如果你在單位語言上 所以單位語言的邊就是circle 你在circle上有bunded function 還有從analytic function之間 如果你有一個algebra 它是contentH infinity的話 而包括在L infinity 它有一個特別的structure 那我老師呢 Saracen他有一個簡單有名的example 就是說有一個algebra 是H infinity加上continuous function 就每一個function都可以寫成兩個 F在這個algebra裡 它一定寫成兩塊 一個是bunded 一個是continuous 有這樣的一個submission的formula 變成一個algebra 那所謂的Douglas algebra 就是說想要證明 每一個bunded analytic function 每一個algebra in betweenL infinity和H infinity 都是H infinity加上一個C star algebra 就是所謂的Douglas problem 那時候呢 這個Douglas problem呢 最後我就是 是我跟這個另外一個人 叫Don Marshall解了這個問題 叫Douglas problem 那我講一下這H infinity加C呢 結果有一個重要的connection to一個function 叫vanishing mean oscillation mean oscillation 就是平均來講 這個function 跟它的average很近 OK mean mean value很近 vanishing 就是那個 當你那個interval 你的average 越來越小 那個mean value 就越來越靠近 F跟它的mean value 就越來越靠近 這VMO是一個重要的space 在function space裡面 這是我老師的重要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還跟這個classical analysis裡面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 叫corona problem有關 corona problem 是classical analysis 在這70年80年 重要的conjection 它是在研究日有沒有時 日的環有沒有光射出來 用這個H infinity Bounded analytic function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叫做corona problem 我在這個field的貢獻 是我跟Marshall解決了所謂的Douglas 這是我早年的工作 下面我再介紹一下 其他幾個我覺得我自己做的工作 比較有意思的 1980年開始 我跟楊建平合作 他影響了我 他把我扯向幾何 我在研究的 我在大學念的是分析 他念的是幾何 我們雖然做朋友 我們很少聊數學 我只知道他在做幾何 我在做分析 可是因為結婚久了 日子久了 我們逐漸討論數學 我們就發覺 我們有個共同的興趣 叫做nearable problem 什麼叫nearable problem呢 nearable problem是說 在一個單位圓上 在一個單位圓上 S2上 一個單位球上 就真的sphere上 什麼樣的function K可以是Gaussian curvature of metric 你在這s2上 可以有不同的measure 那這個measure 每一個measure introduce一個Gaussian curvature Gauss curvature 就是你 因為有兩個independent function 你就有兩個 這個principle curvature的方向 K1和K2 K1乘K2 叫Gaussian curvature Gaussian curvature Gaussian curvature 刻畫了這個球體 怎麼樣凸 怎麼樣凹 那有名的定理 是所謂的Gausson 內定理 就是說這Gaussian curvature 它integrate在sphere上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metric 怎麼樣量 它的integration 一定是4pi 這是有名的Gausson 內定理 那從這Gausson 內定理 我們就知道 如果一個K 如果它是Gaussian curvature 的話 它一定要在這球上 有的地方是正的 因為它每個地方都是負的 它integrate 怎麼會是正的呢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些地方 一定要是正方向 正方向 但當時很多人覺得 這個有一個部分是正的 也許是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K to be Gaussian curvature 結果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有反例 告訴你呢 實際上 比如說 K是1 plus epsilon times xi 這coordinate perturb 可以來正這個function 雖然每個地方都是正的 可是它不能是 Ocean curvature of a metric 所以就是所謂的neurable problem 就問你 那到底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讓K變成是一個高薰 curvature呢 那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idea和tool introduced by Mosser Mosser有一種index 它所謂的Mosser inequality 那一個quality 那一個quality當中 那一個quality 是discuss sharp bound of 某一種equality sharp constant 它的結果是說 如果K是一個function 在球上 如果它是positive 身為了 然後它又是一個even function 什麼叫even function 就是它對稱 它在這個casi和minus casi上的值永遠一樣 在南極和北極的值永遠一樣 就是如果它又是對稱 那它又正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高薰 curvature 是curvature function 你加了一些symmetry條件 positive 就變成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那這個題目呢 可以為一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實際上呢 就可以寫下來說 如果你這個metric 有一個解可以解 你解這個Laplace equation 就是Laplace 就是summation d square dx i square 解Laplace w加上ke2w等於e 如果你能夠解這個equation for somew的話 k就是這個e2w 即canonical metric的這個 所謂的Gaussian curvature 所以呢 這個k是alow Gaussian curvature even only if這個pd有解 你可以畫作了一個pd解 這樣的equation呢 通常叫做lenlinearpd lenlinear就是說 你這個exponential 2w term 不是linearin w 不是說你把w換作cw 你這個function就是乘上c 這是一個exponential x 不是linearin x 所以這是一個lenlinearpd 所以你要solve這個lenlinearpd 那破壓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們generalize這個mose的定理 我們所謂的breaking symmetry 我們不用假設k是symmetric 我們不用假設k是symmetric with respect to a group 我們也找到了一個formula 來什麼時候找到一個index formula 來說什麼時候它是Gaussian curvature 所以這是我們當年花了很多功夫做的一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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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的務就是 對於我們說 這是我這個網不太會用 OK conformo這個字的意思是保角 保持角度 那也就是说你在一个manifold 或者你在一个随便的图形上 如果你要换你的measurement 你从一个measurementG换成另外一个measurementG 那在变的当中呢 你愿意保持任何两个vector之间的角度 而只stretch它的length 这叫做保角环数 保角function 就是说你在机上你量两个vector 和你在这个机械上 你量另外两个vector 同样的vector by stretching这个vector的length 而preserve它的angle 这样的这个东西叫做保角 那我们就study保角函数上的这个几何 叫做保角几何 conformal geometry 那一个typicalproblem在这个direction上 叫做 Paul和我study是Gauss-Bonet problem 就是这个我刚才讲了在两度空间 你有Gauss-Bonet定理 那其实在四度空间和高维空间上 也有Gauss-Bonet定理 这是我们的中国伟大的数学家Chan 有一个Gauss-Bonet formula 这个high dimension in particular在四度空间呢 这以刚才的Gauss-Curvature k 就变成了一个quadratic curvature 另外一种curvature scalar curvature square minus一种Risi curvature square 反正它变成一个quadratic curvature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复号 它不一定不是一个单的函数 是两个函数的差 所以呢 就我们就有兴趣study 这个sigma2 这个Gauss-Bonet integral 可不可以用保角的方式 变成它是sigma2 就像uniformized一样 变成一个model case 这是我们在研究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也可以化作一个PDE的问题 这怕PDE的问题呢 就变成了你这个W 变成laplace w square 减掉hashing hashing就是summation d square dxi square 所以laplace是这个 laplace 如果我想成是summation d square dxi square的话 那么hashing w就是summation d square overdxi 你考虑所有的方向w OK 什么correspond to这样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刚才是scalar curvature 减去risi square 所以我这边有个负号 是laplace w减去hashing w square 是这样的一种PDE 我来solve它等于1 study这边有没有一个解 那这种东西叫fully nonlinear 它是nonlinear 因为这个w取了square 变成nonlinear 所谓for说它最高的这个differentiate的次数是最高的 就是fully nonlinear PDE OK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找一些necessary and sufficient条件 来prescribe the curvature 然后有这样的方向是有几何方面的consequence 这是我另外一个研究的方向 我时间不多 我再讲我最近几年呢 我又在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我研究的一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三维的空间 给一个三维的空间上有一个metric 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三维 看作一个四维的这个manifold boundary 然后我要求这四维的空间上 有一个g plus 这g plus是一个叫做Einstein metric Poncary Einstein 它是Poncary Einstein metric 然后这g跟h的性质是什么呢 是说你这个g啊 你呈上了一个distance function 一个defining function 在boundary上你的givenh 什么时候给了一个h 有这样的一个g存在 那model case当然就是 hyperbolic ball with s3 as boundary 我们要说 有没有其他的manifold 也有同样的性质 然后这个问题 我研究了很多 到现在还有很多 每一天都觉得 我可能有重要的进展 然后发觉还没有到 我要的进展 每天都在这里挣扎 OK 那这个problem呢 来源是从物理上来的 叫conformal field theory 进来的 那所谓的existence uniqueness 存在性 不存在性 唯一性 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进展 不同的眼光 OK 这是我最近几年 花了很多精神 在研究的问题 所以我讲 基本上 我的人生非常幸运 我从大学 在高中的时候 懵一懵懂 低头栽进了读数学系 可是我刚好发觉 数学当然 就是我所喜爱的 所以一辈子在追求 在做这个研究 然后做了一些 对自己兴趣相符合的项目 工作也非常顺利 但是我要讲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有时候重新看 我想想看 我这一生值不值得 我有没有别的 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我来跟你们 说如果我重新来过 我会有下面的改良 第一个 我发觉 这个人生是全面的 除了做研究工作 即使你在象牙塌里 你也要handle很多别的事情 你要去Community开会 你要去争取Grant 你要帮学生找事 你有很多地方 都要跟人接触 OK 你跟人接触了以后 你的语言能力就非常重要 你的人际关系就非常重要 你要有表达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再来过的话 我愿意在语言方面多花功夫 尤其我觉得我的发展 受到我英文不够好的限制 我在中学和小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干嘛花那么多精神 去学英文 OK 我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你的世界是全市的 你眼光要大 所以英文是一个世界的普通语文 要多花精神 把英文和中文都要学好 OK 我会再多花时间学英文 然后另外一个我的想法呢 我是做了一个非常纯的数学 可是我有时候去听演讲 或听别人演讲 我会发觉别人做的东西 更能够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跟物理现象的关系 他跟某一种应用数学的关系 我觉得我很遗憾 我没有走这条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台大的教育非常精砖 可是不够广 他那时候没有鼓励我们 去多读 我自己本人也没有努力 去多读一些物理 多读一些科学 别的科学的方向 你要做任何一个东西 将来科学是通的 如果我要再读大学的话 我一定想办法让我自己宽一点 我会把数物理 至少物理学好 这样我的选择会多 我的眼光会更远 讲了很多 好像我在鼓励大家继续做物理 其实呢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学问 有时候我念人家水稻专家 报告他水稻的成长 我非常感动 对人这么有关的东西 当年我怎么都没想到去学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然后呢 还有什么海洋学 台湾的气象学 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你应该把眼光放宽一点 尤其是现在有电脑的世界 你可以多接触 看看你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里 世界上很多有趣的东西 都值得你将来研究 还做一个成立变成世界上一个有用的人生 谢谢 谢谢大家 Events提供 韩戏 你好 让 谭教授先讲 你在 wise 对 因为你總不了扣 我想就是我们先第二场的谭教授 今天直接繼續講 然後晚之後我們在 這個事業的過程 大家可以互相的聊天 我們在對你的問號 那我們現在就 可能不需要 你表演 不用搞一個 都不用搞一個 我不用搞事 很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 就開始 請楊教授 謝謝 可以嗎 OK 我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我的數學是什麼 學的 我跟張聖龍背景不一樣 我是 初中的時候 家裡移民到美國 我 那個時候 我的英文也很差 所以 我唯一的 就是我的數學比較好 所以我就理解到 數學是一條出路 所以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對數學越來越有興趣 可是 我 告訴大家 移民的學生 通常都掙扎得非常辛苦 因為你在學 因為你在學一個新的language 然後所有的同學 對你都是不友善的 人家覺得你這個很差 怎麼搞英文都聽不懂 所以這個 因為有這種背景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念書的時候 還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自己要有一個特別的長處 那麼你自己對自己的自尊心 那這方面發展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 不多說我的 數學教育 因為這個數學是 很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 所以 我學數學的過程 我想 就跟大家討論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數學題目 所以 利用這個題目 跟大家 稍微討論一下 我們的思想過程 所以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高中的幾何題目 所以 你看 這個sphere N-1 dimensional 這個sphere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 在sphere上 什麼叫做 測度 測度 測地線 geodesic geodesic 在這個sphere上 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 你取一個 2 dimensional plane passing through the origin 二维的平面切进去 那么它相交出来的 就是所谓叫做彻底线 所以这个我想问 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我在这个Sphere上 我能不能造一个长方形 什么叫长方形呢 因为我们平常在平面几何长方形 就是说这个形状 它有四个边 最主要的是 这些角度都是90度 这就是平面几何就叫长方形 那我再问 在这个Sphere上 你有找得到长方形吗 就是同样的 一个Curve 在这个Sm算上 它有四个边 然后最主要的 这四个边都是彻底线 那唯一的要求是说 它相交的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 对不对 比如说你最简单的 2Sphere 可以找到一个长方形吗 我请大家猜一猜 有没有 怎么样 OK 所以这个节目其实是蛮好玩的 所以我跟大家稍微想一想 这个结论是没有 可是你思想的过程是该怎么弄呢 最简单的一个造法 就是说你先找一个平面 passing to the origin 然后再找一个平面 香蕉 它这个平面就切出来 在这个Sphere上就切出来两个Curve 对不对 你用这两个Curve做边界 然后再找另外再找一个Pair 相交以后 你能不能搞成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题目刚出来的话 我才一般人刚开始就会想办法 想办法画个图啊 看画得出来画不出来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后来我发觉很难画出来 然后呢 开始理解到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真的刚刚张老师说过gospel那一定理 这个维分几合本科生的维分几合里面有讲的 就是说gospel那个formula 我给你formula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有一个surface piece of surface 这个 这个 是 是Fshare也可以 有一个surface sigma 它有 有边界 就是这四个Curve 所以那个什么 什么2π 乘上 Oer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rface 这个gospel的formula说什么 这个是 写大一点 写大一点 Gauss curvature 然后 加一点东西 加一点boundary contribution 可 如果你这个边界 这些都是geodesic 测地线 那么 这个boundary curve 就没有contribution 所以 唯一有contribution 是这个角度 所以你比如说画 是不是要你画一个exterior angle Zeta1 Zeta2 Zeta3 Zeta4 所以这个是 Zeta2 Zeta3 Zeta4 Zeta3 Zeta4 那你来看 如果你要求它是一个rectangle 那这个都是90度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2π Oeric characteristic 是1啊 Oeric characteristic 是1啊 这些是2π 这些也是2π 所以这个就等于0啊 所以你这个surface 就不可能有positive cost curvature 就是 比如说 在toolsphere上 你就没办法找到这样一个 找方形 好 所以是很简单 那一个题目 如果你不知道文整集合 不知道cost 文整集合 你在这边偏偏画画 你现在画不出来啊 OK 所以就是 这位文整集合是蛮有意思的 好 OK 所以这是 这是 基本上 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 你花一点时间去想的话 如果你不懂搞什么风雨 我猜你用刚刚这种分析 你也可以把它证明 这个很难造出来 不过这要滑点功夫 所以 这一类的数学题目 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 启发人的思想 比如说你可以 问 类似的题目 你 规定要找 四边形 你可以说 多边形 能不能prescribe bank of 所以 很简单的几何题目 我猜这里面也会有一些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结果可以出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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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 我们 这个 本科生 Princet 本科生 大家都需要 寻一个senior thesis 这就是很不很好的senior thesis problem 这是刚刚我讲的第一个节目 好 我想我就想到这里 下面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好 下面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好不好 ہے 没想到 二手 人 是 谢谢 對於剛剛的那個演講 如果說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趁現在就是可以聽出來 或者說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從兩位教授身上也知道了 那也都可以提出來 去多擴展自己的事業 就是多接觸不同領域的東西 我蠻認同這件事情的 而且自己也是就是蠻喜歡多摸一些各種不同的東西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也感受到說 人的時間很有限 然後精力也很有限 所以有沒有什麼一些準則可以讓我們大概知道說 我可以把大部分的心力投注在這個地方上 那有一些東西可能就暫時先擱置著 就是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平斷說 一些東西發展的重不重要的程度 就是一個方法可以進行後順序 這樣子 謝謝 這當然是很難的 這當然是很難的 你要廣 可是到最後也要有自己的專長 不能夠太善 我們現在碰到在各行各業 有的人很專 有的人很多 都有各方面的 有的人有能力可以 觸類旁風很廣 然後把它串起來 那有一部分人呢 是要專注在做一個東西 才會遲入 像我自己本人 我覺得我絕對是專型 我沒有辦法 可是我知道有人有能力是多 你們現在的年輕人 因為computer知識來得很快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explore你自己 你是學得快的人呢 還是學得慢的人 如果你真的學到很快 你可以出了一個狂風學 就是有的學問是兩邊連起來的 你從不同的角度看 也有一種是你要專入 才能夠深入一個問題 那是要自己不見體會接觸 你也看看你的朋友之間 你跟他之間比是怎麼樣 像我有的同事 他很好 我知道我永遠沒辦法像他一樣 可是我知道我有我的專長 我可以更專 這是你自己的一個選擇 我剛才講的意思是 我覺得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台灣長大的環境 消息太缺乏 所以我有很多方向 完全沒接觸到 那現在的年輕人 也許沒有這樣的問題 你也許有機會接觸到很多學問 不過終究呢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專長 嗯 終究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專長 我是覺得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間問題 譬如說你剛開始學一個東西 你當然要專 然後你慢慢慢慢學會以後 看個人 有的人比較喜歡專 稍微移動一下 稍微移動一下 你心裡有這個想法的話 那你自然會慢慢變得越來越廣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間問題 你心裡有希望自己能比較廣的話 那你就是剛開始一定要專 那是沒有辦法的 要不能做不好東西 可是你一旦進去以後 你慢慢慢慢 尤其你自己這個人生 你的目的是要 就是又專又廣的 數學家或者是學問家 那你自然就會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的領域慢慢擴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間問題 你講的是你已經專了一個學問了 然後你在裡面 在那個 譬如說讀數學 數學裡面的管 我講的是說 你剛開始譬如說 你決定要讀數學 在那之前 你是不是要知道一點別的東西 你要選擇 譬如說我到底 我覺得沒有辦法 你要數學做好 剛開始一定要專 一定要做個比較深入的東西 要不然自己對自己的評價不高啊 他講的是你已經在一個領域裡面了 你一定要有專的 這個理念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專長 要有特別深入的一個套養 我剛才講的意思 就是也許你在決定進入這領域之前 你也許要export一下別的領域 你才決定你要往哪個方向走 我好像有一種不同 對 謝謝 你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問 那我問你 好 好 好 直接講好了 好 那我還有問一下 就是在普林市民大學裡面 就是那個學術的 跟環境怎麼樣 因為我知道 也 我有看到過 你們兩個在科學月刊上面的對話 可是我不知道 那時候的做研究的風氣 跟現在的做研究的風氣 是不是不太一樣 而且 對 不然知道 在那邊 譬如說當教授 他們 你們在研究上面 跟在做行政會 做教學 帶學生 的時間比例怎麼那麼可以 會不會很多行政工作 對 好 你們的那個 分枕 那些 grants 對 哪裡找 我覺得做數學 跟其他有的科學不一樣 我也聽過說 譬如說你是做生物吧 或者你有一個實驗室 通常的一個教授 到最後大部分的經歷 都在做行政方面 所以他要管一個實驗室 他要去找 grant 他要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任務 在數學方面 還是做學問的時間多 你即使要帶學生 你也要自己再做 你不可能去帶學生 像 我記得在實驗室裡面 好像有的時候 你就交給 postdoc去做 你就管一個方向 我猜想吧 我聽到很多 在工科還有別的科目方面 最後行政任務比較重 數學還是專門的學問 比較需要concentred 跟學別的學問有一種不同 那譬如說你們會 就給學生一個提供會方向 然後就讓他是去explore 這樣子嗎 那也不會特別去 其實很常去有 因為我自己不會學習 也不會學數學 所以我不太知道 你們的生態長什麼樣子 學生是有不同 通常一個學生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剛開始都是帶的 要指點的方向 或是後來有的時候 有的學生會觸類狂通 去發展別的方向 走自己的路 對 可是有的學生 剛開始都要花很多精神來帶 這是我的經驗 不過我們也有同時 同時帶六七個學生 每一個讓他自己發展 像我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我最多一次帶兩個三個 也有的人 他帶了十個學生 老大教老二 老二教老三 很多這樣子的team 在初期的時候也是長這樣 對 我們在初期的時候 因為那個PhD學生那麼多 實際上就像 我們南教授講的 我們是一個group 大家彼此學習 大家彼此學習 其實數學是非常運氣的 就是說 你要做別的科學領域 差不多一定要花很多時間找grind 可是數學你沒有grind 你照樣可以做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說 數學是很特別的 很少有這種科目 你可以說 我已經十年沒有grind 可我做得比你們都好 是吧 唯一有可能只是 數學在這方面可以這樣做 數學還有一個好處 這個方面對同事可能特別重要 就是時間很flux 你不用像實驗室 你就一定要在實驗室 你才能工作 那數學是可以carry的 好處是你可以在隨時隨地 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做 那壞處是 我常常想起 瓊瑤有一句話叫 心有千千節 你隨時隨地都在想 所以你的心思永遠是千萬的 他跟著你走 對 可的確你人不要在實驗室 你也可以做事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邊 我想問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 做過蠻多題目的 那就是說 要怎麼去找到一個題目來付 然後知道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 就剛才有提到 往不同領域去看 那麼就是說要怎麼去 例如說看走不同領域 它是描述的 因為有時候不同領域 它的描述的方式 我們很難去知道說 我們要用到的數學工具 去學哪些東西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你去聽演講 然後你聽到一個題目 你覺得 咦 這個題目有意思 我想多想一下 然後最快的做題目方式 是跟人家合作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人 譬如說他在做一個東西 你有意見 你跟他講 你們發展成一個合作的關係 你的進步就快 他也可能歡迎你 這是最快的切入的辦法 當然你自己也要 所謂你怎麼知道 哪個題目可以做出來 那永遠不知道 這永遠的掙扎 可是呢 經驗和你的眼界 都會幫你選你 要的題目 最快的方式 我覺得是跟別人合作 那就剛才提到 有一個題目是 從共型常論來的 靠共用的理論來的 那就是說 物理那邊寫的東西 很多時候跟數學這邊 等於差異太大了 那你怎麼看得出說 用到什麼樣的數學去解釋 對對對 你講到我們的痛處 我們處理的人 常常說 物理系的東西 都好像從天外飛來的 然後有時候就不懂 他們也覺得我們是在鑽牛角尖 我們做的東西 他們也不懂 所以如果能找到 對兩邊都懂一點的人 然後談是最有好處 可是這樣的人很少 那Witten有一個很有名的物理家 他也是做數學 他就說 數學家的眼光 他覺得都很奇怪 他覺得你讀數學讀久了 你就 Lose your physical insight 對物理學的觀念就不一樣了 可是我最近聽他演講 他用很多數學 他還是找數學器的人 幫他做他要做的題目 所以數學和物理基本是通的 可是的確有這個語言的問題 語言的問題 那講到Witten 就說 就物理界有人說 他做的東西很多 沒辦法再用 就是實驗去驗證它 所以他的結果 某些結果可能就 對物理系來說 不太那麼有用 那 所以我想問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 我們做的東西 是真的可以被用上的 那 可是 我們數學系做的 有時候用太數學了 跟物理類就又多錢了 那 我們可以找到真正 就是兩邊都懂的 他 就像我鼓勵講 他做的就沒有辦法說很 所以就某些 物理某些領域 可能比較specific的東西 我們就做不了 就真的沒有人溝通的話 那又要 反而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 找到連線的那些領域 有時候 大多數是高能的領域 做不可能溝通的領域 但是 就物理還有滿多分子 那我們要你們再查 分進去找到可以 再兩邊溝通的人 做純數學或做純物理 或做理論物理 到底有沒有有用 這是一個永遠的辯物 你只能講很多東西 這地方我贊成陳醒生先生的話 他說這是一種智慧的結晶 所以呢 在有的時候會忽然間會有用 他說他舉的例子是 是complex number X加IY 他說剛開始放那裡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完全抽象 是一種遊戲 你加了一個I 可是現在的電池學 各方面就不能沒有它 那譬如說像Computer的發明 也是一種數學的智慧結晶 所以哪個東西會有用 會沒有用 有時候是一個時間的考驗 你只能相信這種智慧產生的東西 都有它的理由 因為這個結構這麼美 一定有它存在的價值 至於你看不看得到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也不能講 有些數學的確做了五天 像我去念有些應用數學的東西 我覺得它只是借了一個數學的名詞 在做一個抽象的題目 在應用方面 我不相信它有用 所以這個到底有用和沒有用 很難解釋 世界上很多很有用的東西 是最沒有用 比如說畫畫或者音樂 你說它有用嗎 這個用是一個心靈的享受 它帶給人很多享受 你說真的有用沒有用 很難解釋 這個解釋很難化 尤其我們讀純數學的人 一定要有這樣的 對自己的相信 你覺得你的東西 是一個千錘百鏈的東西 用不用錯很難講 我剛跟你講 我在聽演講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覺得 為什麼我的東西 不能像別人這樣講出來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用 我可以去種水稻 我可以幫助人類解決激荒問題 的確那個是比較 practical 我們這個比較遠線 有沒有用還很難講 對 想問一下 就是兩位教授 就是你們一開始是怎麼選 選定說你們一個 一個是博士想做分析嗎 然後另外一個是研究集合嗎 那你們是從機緣下去做的 最重要當然是 剛開始要有一個題目 比如說你想理解SURFACE 那你本科生到三年級 四年級去學了很多衛生集合 看過不少SURFACE 那麼最重要的是說 你要有很多很多example 所以一個領域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意識 實際上它有沒有足夠的example 而且有complicated example 有很深入的example 如果有這一方面的知識的話 那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一條路 你剛開始的時候 也許你不用不急著 先要這一些定理搞什麼 你說我要理解一些example 這裡有兩三種不一樣 我慢慢慢慢 在一兩年之內 我多研究一些example 你自然而然次是會出題目來的 當然如果你有很好的指導教授 那指導教授 他有些人他指導可以做 而且是蠻有意思的 那是最容易的一條路 可是那是要靠運氣 有的時候 你不一定找到這麼好的指導教授 所以最practical的是說 你有興趣的都會多理解一些example 一旦你比較深入以後 你自然而然會自己發展出來的題目 比如說你想做分類每一種東西 喔你都做什麼分類 你不要開玩笑 你知道多少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很多example 你才能開始 多明類 我要怎麼樣 把它分類 分類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實在的 比較實在的做法 要請問 如果沒有我幫忙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邊可能有一些學生 他可能未來要去深造 那比如說要去普林斯頓大學 可能在長州人大學等等 那可能要從哪個地方 先加強自己 然後可能可以達到那個門檻 每一個大學都不一樣 Prinston 什麼學生呢 第一個注重Creativity 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 一個independent做research的能力 那這個東西呢就很難講 通常都要在大學時候 就已經開始做研究 然後你有一個老師特別推薦 這是我們看的東西 可是我知道有別的大學不一定 其實我們拿台灣話來講 我們是放牛制 我們的制度是說 我們都不理學生 都讓它自己發展 我們相信我們的學生可以自己發展 可是有的學校不一樣 有的學校 比如說芝加哥大學 她的PhD播放 她很幾年 第一年進來一定要選幾門課 一定要通過什麼考試 一步一步 那每一個人不一樣 也許你會覺得 我是很獨立的 我不要人管 那你申請了大學 也許分成芝加哥很適 可是你如果覺得我要比較 要按部就班 才覺得我比較安全 那也許芝加哥比分成分成 對 每一個大學都不一樣 其實最好是 你在那裡有前妻的校友 或有朋友 你去問 你去問 你的那個大學是怎樣 對 像我們收學生 最好是他們 如果有一個學生 他的介紹信說 把你跟我以前的學生比 說這跟你 在林噴森啊 念畢業學生 我覺得這兩個有同樣的程度 這樣我們最願意收 所以這變成一個人事的connection 你要有這樣的介紹性 願意把你跟別人比 不過我知道每一個大學都一樣 以前我們在噴森 有一個學生 是從歐洲來的 他來了以後呢 他就不適應 我們這個全部不管 他不適應 後來他轉到 Austin, Texas去 他現在非常成功 他現在做得很好 所以我知道 每一種制度不一樣 你在一種制度下 不合適 不是表示你在另外一個制度上 不能成功 找適合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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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走 對 那如果說像有一些其他因素 他可能被留在國內面 拿學位 那這樣子 他可能在哪些地方 要特別加強自己 或者什麼樣子 我覺得要做一點 Independent Research 做一點小題目 寫一些小文章 慢慢慢慢累積 累積一些成果 因為很多學校 他實際上看你 有沒有做數學的能力 他看你做過什麼東西 寫過什麼文章 這方面很重要 光是每一門都考A 有時候沒有用的 像國內的這個大學生 有沒有做Independent Research 就是那個 SIS 對 一般都有 就是學位路 那應該是 有有 SIS 對 博士學位 大學沒有 博士 我們大四學生 每個人要有一年的 Independent Study 要做一個路 對 對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你們 可能是大學跟那個 IAS 有很密切的年齊嗎 比如說大家去辦 Conference 或者說在PrincetonBA的PhD 會不會很常跑到旁邊去 做Post of 比如說 不是那種年齊 他們的老師可以到我們系裡教書 然後帶學生 他們來教書是免費教書 沒有拿錢的 可是他為了吸收學生 他願意來我們這裡教書 我們也讓他們教書 所以我們的學生 他的Advisor可以是IAS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有Join Seminar 比如說幾何或分析的 Seminar 一個禮拜在IAS 一個禮拜在 這樣的Join Seminar 很多 IAS大部分都是Post of 都已經有了PhD 所以在Princeton 你的學生的考書 可能就是可以跟到 他可以跟IAS教授 也可以跟我們的教授 對 其實美國這方面很自由的 你是在Princeton 你說 哦 我是寫入文 找了Austin 能寫 可以的 我們也有學生 是到Roffers 去找了一個指導教授 對 這一方面很自由 對 可是這個 比較像是 他們是國內 美國制的政策 就是你找到什麼 你要把他們的身分 我就在那邊讀書 才這樣 這樣做完 是否 通常我在外面做談會 大家都要問我一個重要的問題 到現在還沒有人問 所以各位同學盡量問 不用這個 因為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 如果問到重點 你跟收穫量多 因為我是女教授 女教授比較少在美國 在台灣我覺得也不多 那很多人都問我 你怎麼樣 你的時間怎麼分配 很多人都問這樣的問題 你看 哈哈哈哈 我的回答是 的確做數學系很辛苦 可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就女孩子的profession當中 數學蠻好的 數學 你如果做別的行當 可能更辛苦 你如果要顧事業 要顧家庭的話 數學還不錯 數學比別的組合還好些 我最近在美國有一個研究 他說 其實女孩子在商業界做最困難的 因為你跟人接觸很多 然後你要不停的跟人家接觸 你沒有辦法顧家庭 反而是讀科學的人 比較有時間 兼顧兩位 對 他沒有其他問題 他沒提到說 他有限定說 你要比較性戴的作權 或是說 比較有些比較性戀的題目 有限定說 你要比較性戴的作權 或是說 比較性戀的題目 只是唸了一個題目 把它編載 有少數的人會做research 做一個新的題目 那這個老師不一定要你本系的老師 也可以是物理系的 也可以是別系的老師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senior thesis 這其實也是一個人力的問題 你一定要找一個教授 如果跟你是一對一的 那我不懂在 如果你這個班很大 老師可能不能顧那麼多 我們那邊因為這個班很小 所以才有這個老師可以 一對一的對學生 大學生的一個學生 因為我們的學費這麼貴 所以班比較小 對 剛才提到的 剛才楊教授提到的微分集合是 就大學的 就講那個什麼 高科學的時候是講 就是三圍空間中的二圍曲面的這種 那種微分集合 那我在想的是說 對於學習數學來講 我們會不會建議 或認為說比較應該就直接去接觸 比較現代的數學的理由 例如說 像微分集合就直接去先去讀 Mainful之類 那可能到就是你要寫senior thesis的時候 他也比較能快去去 比較多的能力去選 我 我 據我曉得 現在所有的幾何界和透普界 大部分研究的都是 三圍空間中的四圍 絕大多數都在研究 四圍空間中的四圍 所以實際上還是低空天的 高空天的進展不動 對 我不知道你講的是 四圍空間中的四圍 我知道的東西非常少 對 很簡單的問題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四圍 四圍 就是這個topology 會不會有很多不同的 differentiable structure 這個題目是不知道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最有意思的題目 四圍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情況 因為思維是我們存在的空間 我們存在的空間是三維加上時間 實際上我們是思維 所以所有的難題都在這裡發生 因為我們是維分幾何 維分幾何的人對思維 其實是理解的非常少 你當時去問一些託譜學家 他們就對思維的託譜非常有興趣 他們知道這裡面有很多怪東西 可是我們維分幾何人不去碰到 不過我早上是說就是通常很多學校的課程會規劃做大學部的異修的規則是 就是例如說 最經典就是用著康文的那本 《Deprational Geometry of Kervis》那一本 但是就是說讀了那本之後 要讀不管是維分解厚或蓋涼的 維分拓補的東西的話 還是要重新再學一次那個託譜 那就說你們會覺得學 就《Cure and Service》會有它的必要嗎 我覺得念什麼課不太重要 真的重要的時候 比如說你開始做研究 這非常concrete的題目 拿上來以後你才決定你要去學什麼 先念書我覺得是很糟糕的 因為我記得剛開始念書的時候 我說這個東西這怎麼念法 因為剛開始就知道例子不多 一看到這麼抽象的東西 完全不知道怎麼去想 所以基本比較好的Gradual Program 就老師一開始就給你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你不要多去看書 不要多去看書 就給我想想這個東西該怎麼想 我覺得這樣做學問是比較紮實的 而且你一旦做出來一點東西 你就會有一點成就感 雖然這個東西可能已經是忘弄了 可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這方面很重要 不要一開始就想我要念得非常Broad 我覺得那是很糟糕的 你一開始想得非常Broad 然後過了一陣子你就不知道該想什麼題目 所以最容易進入狀況 是真的有一個比較concrete的題目 你說這個formatical跟那個formatical不一樣 你找些quiterior來證明這件事情 非常specific problem 這樣反而讓你可以有progress 所以剛開始不要去做學習課 你只要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基本的知識 然後就要開始做題目 越早就開始做題目越好 不做題目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缺什麼 你才回去看 回去把它補回來 我覺得我學好微積分對我很有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覺得他沒有其他想要 我剛剛同學問 就是說有一些大學生他修課啊什麼的 就是有修過分析的課 有修過代書的課 有修過幾個那個 就是各種課他都有修過 然後他的成績也都還蠻好的 所以對他來說 其實要選擇接下來要往哪個方向走 其實挺困難的 就是說他是知道他想要繼續往數學的方向走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樣子去找什麼方向 比較所謂合適吧 就是他就不知道要怎麼選 因為他好像每一個念都念得起來 那他很特別啊 因為大平等人念了幾門課以後 就會知道自己比較 其實讀數學的人當中 比較偏幾何的 比較平分分析 比較分代數的 是有不同的 有的人就是代數觀念比較容易吸收 有的人就一定要有圖 他都可以 對 就是他做習題 覺得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考試好像也都OK 那他才華很高啊 才華很高 那他也許讀任何一門都可以啊 所以就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對 對 對 大部分人就念了一下以後 就會知道我對這個比較有feeling 對那個東西我會做 可是我沒有feeling 所以feeling跟成績的好壞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是嗎 對 我剛叫Berkeley第一年 我決定念Differential Topology 後來我發覺我那個Cohomology 那個連來連去我都會連 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找到哪裡去了 我沒有feeling 所以我發覺我還是對分析比較喜歡 可能要一直摸索 要做題目以後才知道 對 我覺得現在做學生比以前容易得多啊 因為你開始有一個領域 以前你要找老師問 你現在就Google它嘛 對不對 甚至Google有些直接告訴你哪些題目是open的 我覺得現在做學生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說不管你在哪裡 你在台灣你在非洲 沒有關係啊 你你你這英特兒還這麼方便 對 Eagle啦 以前你在一個熱鬧的地方 和一個偏僻地方差很遠 現在差別不到 而且你現在有些不懂 你可以根本就直接E-mail去問那個人 他會很願意回答你的問題的 以前沒有這個可能啊 你隨便送一個E-mail給別人 以前沒有E-mail啊 要正式寫一封信 他還好就寫了信給Hamilton 對啊 他們很不領操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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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老師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就是就業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國事生啊 他們可能想到的問題 不一定是不喜歡數學 但是他們有發現這個 John Martin很好 那我不曉得說老師 你有什麼建議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怎麼樣來博力他們 繼續 沒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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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我要講啊 現在讀數學 尤其是在美國讀數學 是最好的行當 你數學做得非常好 你寫了很好的論文 你可以做教授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也許論文做得不怎麼樣 一轉身去就發財去了 以前沒這個機會啊 說不定你的能力在另外一個方面 現在在美國 唸數學是最好的行當 我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 我不知道在座是大學生的研究生 大學生 大學生 我覺得你一定要有學coding 你學coding跟你學微積分一樣重要 你如果要將來準備 要準備做電腦方面的東西 你先把Linear algebra學好 Linear algebra最重要 所以呢 這個就業方面 並不一定要走乘數學路線 你在外面有很多機會 我在台灣也許沒有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想辦法 自己變成一個有用的人 你不一定要完全留在學術界 不過當然你要有別的技能 像這種coding這樣 是基本技能 我是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一定要往 我自己本人讀純數學的 我當然希望有人留在純數學 不過我覺得 大部分人都應該知道 有一些技能 是一個基本技能 那你學了那個東西以後 你的路很寬 現在美國讀這個Math major 是一個hard topic 大家都要念數學 為什麼你知道你可以轉 並不一定你就留在學術界 像我們的學生 大學畢業以後 大概一半讀研究生 另外一半都轉到別的房東上去 那路很寬 很容易轉 所以這也是一個長途 在臺灣也許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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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要 產業結構有關 那一般這個 我知道的可能 不曉得是不是全面 這是 大部分的學生 就是說 他進到數學系的話 其實 他並不是以第一次 就是他的興趣進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可能進來的時候 就一直想要往其他的領域去發展 那這樣子有時候 可能就 他基礎他 對 對 阻礙他他學數學 那個 類似那種專注力 因為一心要走到其他的一個方向去 比如說他可能要走資訊 所以他數學沒有學好 一直在寫程式 可是因為 這個 資訊又不是他的一個專業科目 所以程式方面 可能也就 也沒有學得很好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 變成就是說 怎麼講 就是 兩頭不斷案 就是 對 兩邊都沒有 打到好的基礎 這樣子 對 可是一般來講就是說 如果專精把數學學老師 剛剛 那個 趙老師講 他轉到其他領域去 一般 應該都可以做得 做得比 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對 可能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轉到別的行去 你有數學基礎的話 我想別的行方非常歡迎 對 對 那這個跟科班出生的一開始的 就是說 對 可能他一開始轉 可能資訊或金融業 比如說資訊 那他跟那個科班出生的 一開始的時候 那種差異 會不會影響到就是說 他的那個 心理狀況表現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 或者說他 他要就是 完全同那個 他轉的那個領域 那個時間 應該會有一個 彈性的時間 我對數學系的學生有信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學生 後來轉到商業界去 後來轉到別行當 都非常成功 我覺得他的智慧 是比人家高的 所以 到別的地位去學也很快 到最後 人家如果是僱主 我不知道台灣 像美國 像各大銀行界 各大研究機構 都喜歡用數學和物理系統 因為現在的這個 Big Data 沒有這個training 你就容易分析 即使那個東西 你不懂 你也可以pick out 它不是完全看你 對那個東西 現在的熟悉程 它是看你 能不能夠 學進去 能夠 抓到要點 長期來說 我知道 我的幾個學生 有的畢業 馬上就去高雲上 我當年也很驚訝 後來都很成功 他們也都進去的時候 有理想 有困難 他覺得別人是 Business School 或什麼出來的 跟他不一樣 可是他後來 他就發覺他有House School 所以這個同學要對自己有信心 總共一句話這樣 讀數學是真的 他很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發展的潛力 我剛剛聽到的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前提就是要把他學好 不是三心兩意這樣子 專心學個兩名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限定代數 對不對 高維 把他學好 對啊 各位同學 還有其他 因為如果沒有 阿翔 因為近幾年 好像AI這個東西 它好像比較 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 發展比較茂盛 然後就我所知 AI好像這個東西 需要的數學也是 也是 也是需要 數學跟AI其實也是 非常非常密切關係 所以我想問說 跟AI比較有關係的數學領域 可能是偏向哪部分 通常都會 現在AI名字叫了很多個 然後什麼 訓人力 有一天我就問我的朋友 什麼叫做 訓人力 他終於給我一個解釋 我就懂了 他所謂Machine Learning 就是 F XI F在XI上 等於YI 如果你知道很多 XI和YI這個配合的話 你就可以把F 拆出來 這叫做Big Data XI和YI知道很多 你就知道F的Pattern 他所謂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XI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知道 多點Data可以拆嗎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對 沒有 後面沒有理論 沒有完全的理論 我知道 對 多一點途徑去拆 因為他Computer算得多 他就知道發覺很難 對 那AI實際上就是統計 那如果做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Probability 要學 Probability 要學 Linearity 要學 你有這個基礎 你可以去做那個東西 當然你也要學他們的Terminology 然後有時候數學系 我們一天到晚證明 你在現實 也許那個觀念 並不Plactical 他們有時候要 How efficiency is the program 那目標不一樣 那你要學 知道那個 如果你真的說 Plactical的問題 你要知道 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好不好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有沒有 如果沒有也許 因為時間也到了 那也許我們今天 就到這邊 那各位如果說有什麼問題 其實也可以用Email方式 像兩位老師來 來詢問這樣 因為現在Email很不算 我Email在告訴大家 我的Email是 SYA. 《2012到了7號》 你這樣 因為在同時 你當時 我使用了 たくさん糞便 照片 呆 紫草 是 紫草 就是要 最後我們來一個團體大合照 所以因為那個角度的問題 可能兩旁的同學要往中間其中間 謝謝